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数位时代 手机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近年来 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急于换新手机 多家市场调查机构的报告显示 2023年一季度 全球手机市场出货量大幅下滑 一些知名品牌的手机出货量都同比两位数下降 这是一个迎人注目的现象 让我们不禁思考 为什么年轻人对换新手机失去了兴趣呢 一、手机功能的饱和 过去几年里 手机市场的技术创新速度明显减缓 相比之下 早期的手机更新迭代速度很快 每隔几个月就会推出一款功能更强大的新机型 然而 现在的手机在性能和功能方面已经趋于成熟 新一代手机的升级效果并不明显 这使得年轻人对换新手机失去了兴趣 他们更关注其他新兴科技产品 除了手机之外 智慧手表、智慧音箱、无人机等新兴科技产品也开始受到年轻人的关注 这些产品的功能和体验更加多样化 满足了年轻人对科技的追求 因此 年轻人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这些新兴产品上 而不是换新手机 二、价格的压力 首先 经济因素是影响年轻人是否换新手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物价的上涨和经济压力的增加 年轻人的消费能力受到了限制 换新手机需要支付一笔可观的金额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可能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 因此 他们更倾向于延长手机的使用寿命 以节省开支 在这种情况下 维修和翻新手机的市场需求大幅增加 年轻人更愿意修复故障的手机或选择购买二手手机 以节省开支 这种趋势使得手机市场出现了一个新的商机 维修和二手手机交易市场逐渐崛起 三 消费观念的转变 与过去相比 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们更加注重产品的品质和实用性 而非仅仅追求新潮和潮流 换句话说 他们更倾向于购买那些真正满足他们需求的产品 而不仅仅是因为产品是新款 这种消费观念的转变 使得年轻人更加谨慎地考虑换新手机的必要性 此外 环保意识的抬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轻人的消费决策 他们更加关注产品的可持续性和环保性能 长时间使用一部手机不仅可以节省金钱 还符合他们对环境的关注 了解年轻人不换新手机的原因后 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并促进手机市场的发展 提供价格合理的选择 针对年轻人的消费能力和经济压力 手机厂商可以提供价格合理的选择 例如推出终端产品或推出优惠方案 以吸引他们换新手机 同时厂商也可以注重手机的耐用性和品质 增加产品的使用价值 从而提高年轻人对换新手机的兴趣 技术创新和功能升级 虽然技术创新的速度减缓 但手机厂商仍因不断努力推出具有差异化和创新功能的产品 例如提升摄影功能 增加虚拟现实体验 优化游戏性能等 这些创新可以激发年轻人对换新手机的兴趣 强调产品价值和个性化体验 手机厂商应该强调产品的价值和个性化体验 通过宣传手机的特色和功能 让年轻人感受到换新手机的价值和优势 同时提供个性化的设计和定制服务 让年轻人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手机 年轻人不换新手机的现象 在当前手机市场中逐渐增多 这一趋势的出现与经济因素 技术创新减缓 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密切相关 然而通过提供价格合理的选择 技术创新和功能升级 以及强调产品价值和个性化体验 我们有机会改变这一现象 促进手机市场的发展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 记者过去设计创新一二十四五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三文质 一突然设计创新一三四四四一大四四四四六三十五四四四三一一一一